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偏偏让我这个男人犯了难 我是很希望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的 但是我实在接受不了他的需求频率 就生怕他会跟前妻一样 最后嫌弃我 李懿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婚姻 可是因为自己能力一般 最终妻子带着儿子选择离婚 然后不久就改嫁 这让李懿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 我也并不是真的不行 只是因为我做的是体力工作 所以有时候很疲惫 因此晚上就没有了那个力气 却万万没想到前妻不但不理解 反而最后跟其他男人跑了 这件事让李懿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 因此一直到现在41岁了 依然截然一身 其实按照李懿自己的想法 毕竟有了儿子 那么自己也算是对父母有了交代 一个人过也就过了 但是父母不同意 不愿意李懿一直一个人 因此他过了40岁后 三天两头给他介绍对象 由此才认识的周欣欣 周欣欣今年38岁 也同样是离过一次婚 并且有两个孩子 大的已经上了高中 现在住校 学习也不错 不用周欣欣操心 而小的正在读初中 一直在他身边 因为同样有孩子并且离过婚 俩人互相也不嫌弃对方 反而因为孩子和失败的婚姻 产生一种共鸣 这也让李懿逐渐对周欣欣产生了好感 因此认识不到一个月 俩人就确定了关系 然而李懿做梦 都没想到 在俩人捅破了那层窗户之后 周欣欣会如此主动 算是昨天晚上那次 这已经是这周女友来找我运动的第三次了 依然如同以前一样 近来就和我直奔主题 一直到心满意足才算完事 一看时间说太晚了就要走 从确定关系到现在足有两个月 基本都是这种节奏 他来找李懿 直接为爱鼓掌 然后说回去照顾孩子 不肯留宿 一般都是一周三四次左右 可能不少男人认为这是福利 但是逐渐让李懿感觉到了负担 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虽然之前几年养得不错 但是这阵子已经感觉有点虚了 我和前妻就是因为这方面我当时不太行而离婚的 我真怕让她感觉我越来越不行 最终抛弃我 因此对于周欣欣的主动 李懿会感到不安 一方面是为女友着想 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着想 说实在的 前妻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因此我在周欣欣这里总想用力表现 可是每次都是超负荷把她伺候好了 可是过后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自己太过疲惫 还有我也不知道她是为我考虑 还是为她自己考虑 我真的很害怕 最终我依然被背叛 可除了这方面 我俩平时聊天都很合得来 所以我内心很纠结 很多人都说 李懿其实是一个幸运的人 能遇到前后两任喜欢为爱鼓掌的女人 她就多锻炼 多研究 就能享受到别人都享受不到的福分 然而我觉得李懿却很点背 因为她很明显不太喜欢床榻之欢 而这也是前妻背叛她的原因 之后再遇到一个不错的人 可依然把夫妻生活认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夫妻生活确实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利于感情升华 也是连接彼此内心最好的方式 然而再好的事情也得量力而为 就比如礼仪能力不在那里 却强迫自己 这本就不是长久的事情 不但掏空了自己 也会让新女友过后感觉到了欺骗 而经历过失败婚姻的礼仪 除了用真情以及实力外 更多的应该和女友进行沟通 互相聊感情 是奔着幸福和婚姻去的 而不是互相舒服 运动的工具 如果不能再进一步的话 那么这种关系也可以结束了 再者李懿也不必自卑或者过去不安 第一段婚姻前妻背叛了她 那么应该感到愧疚的应该是前妻 她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和道德 打破了为人妻子的底线 她根本就不配拥有幸福 而李懿为人和蔼 也愿意替对方着想 努力 这样的人值得拥有幸福 我相信认真和周欣欣沟通 互相了解彼此的心房 周欣欣也不是一个只为满足自己而不顾别人的类型 用心生活而不是用慎 这才是得到幸福的关键 正如宫崎俊所说 爱不是找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用一种完美的眼光去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 遇到一个有感情也聊得来的人不容易 不应该轻易放弃 珍惜彼此 才能获得比运动更加满足的幸福 听过一句话 扑得厚 盖得厚 不如肉挨肉 就是说 夫妻俩人婚后最好的睡觉方式就是搂在一起 这不仅温暖 而且还舒服 我甚至还听过一位78岁大爷的字述 78岁 结婚60年 一直在一个被窝 一起裸睡 冬天大被子长2.1米 宽2.3米 十斤重得鲜棉花 每年冬天冷前都弹一次 隔三年换一次被子 搂着睡一点也不透风漏气 俗话说好扑得后盖得厚不如肉挨肉 搂得紧紧地说话方便 感情亲近 也亦兴奋 还锻炼身体 虽然一周不多于两次 但身心通畅 避免皮肤饥饿 特别是对前列腺好 女性胸部还不下垂 有利于阴阳交融 两口子便于相互照顾 及时了解身体状况 虽然夫妻一起睡有这么多好处 但是对于不少人来说 却成为了负担 前不久看到安徽合肥 有一位女子拍了一段视频 里面是丈夫搂着自己睡觉的画面 能看出来丈夫搂着女子非常紧张 她一脸享受 可是女子却满脸都透露出无奈的神色 女子上来就问你们老公睡觉都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女子表示自己和丈夫结婚后 丈夫就一直以搂着自己的姿势睡觉 最开始还觉得这样挺甜蜜 可是时间一久 就发现不是味 原来每天晚上丈夫搂着女子睡觉不但非常紧张 还贴在了自己身上 并且还不让女子转身 因为她一动就会把丈夫吵醒 立马就被丈夫一顿埋怨 而且最让人受不了的是 丈夫睡觉粗重的鼻息一宿一宿打在自己的脖梗处 非常痒 又热又睡不着 我心情很复杂 这种夫妻房内私事也不好和外人说起 但是跟她说了她也不该 到了晚上依然把我用手脚困住 我是哭笑不得 也忍无可忍 所以才决定在网上曝光这一切 女子表示自己和丈夫结婚到现在足有一年了 讲道理甜蜜期应该也已经过去了 也应该平淡地过日子睡觉 可是丈夫似乎完全过不去 这让女子大呼我是真的累 每天睡觉都折腾自己 还不让自己动 女子表示自己真的想分房睡 只求睡一个安稳觉 不少人看了都觉得女子这算是甜蜜的负担 确实不少老夫老妻结婚时间久了 可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更别提搂在一起抱着睡 这种零度或者负距离的接触 才能让夫妻感情越来越好 但是很多事都是过犹不及 就比如视频中的夫妻 丈夫搂着妻子睡觉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作为丈夫也要多替妻子考虑一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睡觉的习惯 她是舒服了 但是妻子睡不好只会感觉疲惫 睡不好更会让身体和脾气不好 整个人暗淡无光 更没有好心情 自然也会影响婚姻走下 我就听过一位情感专家说 多数时候压垮婚姻的不是共同利益和观点出现了分歧 婚姻不是从面红耳赤中崩塌 是从一顿饭 一句晚安 一件衣服 一生早起中开始变质 无聊 不耐烦 失去信心 没有安全感 这些负面的感触 从细小的生活瞬间 钳字暗掌 最终主导了婚姻走向 而婚姻中从无小事 更别提睡觉这种 占生活三分之一的事情 和夫妻生活一样 很容易被忽视 却万万不能忽视 然而说到分房睡 却也不至于 能看出来丈夫还是非常喜欢妻子的 有问题 那么就解决问题 让对方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进行沟通 互相了解彼此的心扉 这样才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正如俗话所说 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重点是在一个床子 因此万万不能分床睡 这样会让小问题夸大化 猜忌和犹豫也有钳字暗掌 这绝不是走向幸福的道路 其实爱 并不是找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用一种完美的眼光去 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 男人不完美 女人也同样不完美 互相尊重和体谅 互相理解和宽容 才是幸福的关键 婚姻不在乎出现多少个问题 只在乎对待问题的态度 一日敷七百日恩 走得好了就是一辈子 不往好了走就是错过一辈子 一切只在一念之间 幸福与否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婚姻不易 且行且珍惜 还有一些人男友不满足他们 他们就会出轨去找其他人 女友怀上双胞胎 这本是天大的幸运 有些人即使祖上保佑 也不一定能得到这样的幸福 然而龙凯胜 却在女友梁秀怀孕后 没多久就提出了分手 这令梁秀无法接受 因此一直待在龙家不走 而龙家也只好 把他安置在装修了一半的新房内 怀了孕的梁秀 每天只能通过饼干充饥 听到这里 还以为龙凯胜是一个使乱中气的男人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原来龙凯胜和梁秀是通过朋友介绍在一起的 确定关系不久后 梁秀就跟随龙凯胜到了他家居住 同时还有龙凯胜的父母 在男友家住的期间 龙家父母对梁秀非常好 一心是希望两个孩子能步入婚姻殿堂 因此没多久就买了新房 还进行精心的装修 同时龙凯胜对梁秀也百依百顺 即使梁秀脾气很不好 但是龙凯胜还是耐心对待他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必然好事将近 而就在梁家确定结婚日子没多久 梁秀就告诉龙凯胜他怀孕了 而且检查后发现是双胞胎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喜讯 龙凯胜却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快乐 其实从两个月前龙凯胜对于梁秀的行踪就有点捉摸不清 特别是两个月前的26号梁秀甚至一宿未归 问他去哪里梁秀也是含糊不清的解释 而之后一次偶然机会 龙凯胜发现了梁秀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看后令他立马头晕目眩 不但发现梁秀和一个陌生男子暧昧不断地聊天 男子要求梁秀留宿 而那天恰好就是26日 而且27日还发现了梁秀咨询医院事后避孕药是否能避免怀孕的事 这一系列的证据让龙凯胜不得不怀疑女友已经出轨 可对于女友的感情以及即将结婚的事实 龙凯胜始终不能决定是否要质问女友 因此还在他犹豫不定的情况下 梁秀说了自己怀孕的事情 这让龙凯胜再也不能忍受也接受不了他 于是提出了分手 面对这些质问梁秀却完全否认 一直表示自己当天就是去了闺蜜家 和那个男人聊天也不能证明自己出轨了 同时询问医生也只是替闺蜜询问 之后口才了得的梁秀反而倒打一耙 表示龙凯胜在自己怀孕后 竟然还怀疑自己 这简直没有人性 因此要分手可以 第一次一张口就要五百万的赔偿 之后又改成了三十万 可无论是五百万还是三十万 龙凯胜一家都不想赔偿 毕竟被怀疑出轨的是他 为什么要我们家赔偿 可是梁秀却不走 一直住在新房 不拿到赔偿 绝不离开 这让龙凯胜一家十分无奈 所以为了逼梁秀赶紧回家 甚至还停了水盒店 这让梁秀每天都只得以饼干充饥 甚至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 这让梁秀的父母非常心疼 时常拿买好的水来送给梁秀 因此对于龙家的行为 也更加深恶痛绝 表示他家必须赔偿自己家 梁父表示 我女儿是去了他们家 也是在他们家期间怀孕的 同时已经订婚了 现在怀孕了却还想退婚 他们家就必须要赔偿 最开始订婚的时候 龙家已经给了梁家两万元的订金 对于这部分钱 龙家也表示不要了 只希望梁秀能快点离开 可是对此梁秀父亲却不认同 执意必须要有其他赔偿才可以 可问题还是在梁秀这里 那么这对双胞胎到底是不是龙凯胜的呢 经过和梁秀多次的沟通 梁秀这才承认了一切 原来孩子确实不是龙凯胜的 而是他前男友的 也就是微信里联系的那个人 他当时和前任男友虽然分手 但是依然有联系 和龙凯胜确定关系后 虽然他对自己很好 可是龙凯胜缺乏浪漫 这让他的感情觉得很平淡无趣 于是26号那天梁秀就接受了前男友的邀约 一同吃饭喝酒 也说了很多以前的旧事 这让梁秀十分感慨 而到了晚上 梁秀就和前任男友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去了酒店发生了关系 始终也没有使用安全措施 事后虽然吃了药 但是没想到还是怀上了前任的孩子 可前任知道后立马拉黑了梁秀 这才让梁秀不得不寄希望于龙凯胜身上 希望他能承担责任 也让自己有个依靠 却没想到龙凯胜竟然翻看了他的手机聊天记录 一切明了后两家人都坐在了一起 龙凯胜和梁秀都深深地低着头 唯一说话的就是梁秀的父亲 依然要求必须有至少六万元的赔偿才能分手 最终在调解下 龙家同意赔偿三万元和平分手 同时订婚前也不要了 只希望快点结束这段令人厌烦的纠葛 看到这结果能发现 双方没有一方是胜利者 都是妥妥的失败者 特别是梁秀 不但要承受着巨大的骂名 还要面对着不知道是否要留下的两个孩子 也许梁秀确实很不幸 现任不懂浪漫 让生活没有了情趣 可这都不是他去找前任 并且还发生关系的理由 其实纵观前任的行为就知道 他的目的就是占梁秀的便宜 可是梁秀却没有丝毫察觉 直到被弄大了肚子被拉黑才知道 可一切都晚了 确实既然分手了就有不得不分开的理由 那么对于彼此曾经的感情 最好的方式就是选择遗忘 遗忘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何必再去藕断思连 何必再去联系呢 最终梁秀的结果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 是一个女人没有自重和自律 才导致的悲催结果 让本来唾手可得的幸福瞬间烟消云散 而也许之前梁秀是傻了点 可他竟然欺骗龙凯胜说孩子是他的 这就是真的恶毒的女人 竟然以爱的名义 让别人替他的错误买单 谎言 无耻的女人真的不值得被爱 而最终梁家人的说辞 也让我极为无语 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话太对了 如果真的有不幸的人的话 在我看来 就是这对双胞胎 梁秀根本就不该和前任 发生这样的关系 怀上这对可怜的孩子 无论最终他俩是否会被留下来 对他俩来说都是悲惨的命运 确实 对于孩子而言 有时候不被降生 也许是最大的恩赐 正如何以为家 中小男主 最终在法庭上的那句质问 我要控告我的父母 告他们为何要生下我 如果不能给孩子 一个好的生活环境的话 生下来真的还不如不生下来 而梁秀一家 也让我想起一句话 有些人虽然拥有三 四十岁的年龄和身体 可是脑子却只有七 八岁 做人要学会成长 学会承担责任 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而不该做的事情 绝对不要做 这是对别人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任 人都要为自己 做出去的事情负责任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即便是不是成年人 那么对于十六七岁的人来说 也是要对应为自己负责任的 人是需要长大的 故事讲完了 我是爱希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 他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